大家好,兰花是非常漂亮,非常高雅的一种植物 很多花友都喜欢在家里面养上一两盆 不过养兰花最难掌控的就是浇水这个问题 很多花友明明已经是按照了规则和原则来给它浇水 最终还是出现了问题 为什么养这个兰花浇水就这么困难呢 其实你平时按照这些原则和规律来给它浇水是没有问题的 不过你在给它浇水的时候忘了这个步骤才会导致最终 这一系列的浇水动作出现失误 就导致它这个根系出现问题 出现腐烂呢,它这个炉头也腐烂呢这些现象 那么这一步到底是什么呢这么重要 其实这一步呢就是给它浇大水 我们平时在给这个兰花浇水浇肥这些啊 我们都会用一些这个兰河营养液啊 或者是一些别的养分啊来给它补充这些营养元素 是比较合适的 尤其是给它使用这个兰科营养液 给它补充养分是非常恰当的 不过任何肥料在给兰花使用了之后 都会在花盆里面有一些残留 而且兰花吸收这些肥料的过程当中呢 也会释放一些气体 我们在给它浇了水浇了肥之后 忘了给它浇一次大水的话 就容易导致这个兰花它的根绪出现肥大 如果再严重一些持续击涨的这些养分达到一个极限之后 这个兰花它的根绪呢就会出现肥大烧根的问题 它的如同呢也会出现问题 所以呢我们再给兰花浇了肥 隔一到两天左右就给它浇一次大水 大水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持续不断的给它冲刷 把里面的有害气体和过多的养分给它冲刷出来 那么这个兰花就会变得更加健康了 如果你按照规则和规律来给兰花浇水 还出了问题 那么就反省一下 是不是没有给它浇灌这一次大水 导致它盆土里面的养分积涨过多 好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